屏東一間宮廟日前 神明聖誕因此有競箱鎮頭跟團體前來駐售 但部分的競箱團體沿途拋灑金紙 在強勁風勢吹拂下金紙也隨意的飛散 不但導致街道髒亂 還有部分金紙卡在屋頂上 萬一發生火災後果不堪設想 現在環保單位也將依法開罰 村莊街道上全被灑滿金紙 就連路邊停放的機車都看似被淹沒 抬頭往上一看 住家名宅屋頂也全是金紙 還隨風吹拂 而競箱鎮頭則一旁等待 鎮頭腳底全踩著金紙 進行神明駐售活動 只是隨意撒金紙 恐怕已造成當地居民困擾 一大清早居民忙著整理家園 眼看有許多金紙 還在名宅屋頂上 也只能等風吹拂 才能進一步清理 住宅的單位他們最少的 早上早起 屏東長治鄉一間宮廟 26號神明聖誕 因此有競箱鎮頭跟團體 特地前來助售 只不過有競箱團體沿途拋灑金紙 在風式吹拂下 金紙也隨意飛散 不僅導致街道髒亂 還有部分金紙卡在屋頂上 現在相關單位也將介入調查 會依違法被欺負清理法第27條 及同法的第50條 才把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發還 只不過金箱團體前來替神明祝壽 本來是好事情 如今造成環境髒亂 尤其金紙飛散 倘若碰上祝榮意外 後果不堪設想 相信神明也不樂見 借宿水平坡報道